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画展 是卫明大学那边的画展吧 说到这个画展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听说这场画展的主办方运来了神秘画家Z的作品 打算在画展的最后一天压轴展出 你不知道吗 你眼里真的只有工作啊 神秘画家Z是这几年才红的新锐画家 人称小林布兰 我当然不关心艺术圈了 但Z可是红到圈外了 我的首页上常常出现他的新闻耶 他这个人身份沉迷 偏偏每一幅作品都能高价卖出 是很热门的话题人物呢 我当然有我的情报来源啊 而且这个消息也算是在小范围内公开的了 不过这个画展恐怕是惹上麻烦了 对啊 有人说那幅Z的画作是赝品 不是啦 你仔细看 沈云为理事是来检验星座真卫的 Z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画新作品了 而这次要展出的偏偏是一幅神秘星座 不少人都怀疑这幅画是赝品 你看下面沈理事发的动态 对啊 也不知道那个陆总裁是不是最近水逆 先是差点成了凶手 现在办个画展还有造假的风险 对啊 河映是主办方之一 负责为那些世界名画提供展出担保 怎么你这个去看了画展的人还没我知道得多啊 算了算了 快到上班时间了 我们回去吧 你的画展的状况 来看 出来的 出来的 好 最后很甜的 好,那我回事务所等你啦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打电话给我 嗯?不让我猜猜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吗? 我 我是第一次听说要展出自己的神秘星座 你现在在哪里?方便建个密码? 你稍等我一下,我会站让太多时间 我请助理去联络你们特密斯的负责人 叫翟欣,没错吧 我跟他打声招呼,帮你请教 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 你在咖啡厅再点一些咖啡蛋糕之类的 我请客,我马上就到 干嘛?我穿西装就这么帅吗? 你现在满里都写着惊艳两个字? 你现在满里都写着惊艳两个字 抱歉,擅自插手你的工作是我不对 以后不会了 我是很着急 因为明天就是画展的最后一天了 但原定要展出的是一幅自己已经在国外公开过的作品 并不是什么神秘星座 不一定 这么煞有其事的说辞 还惊动了由化学会的理事 应该不是假消息 但是,应该不是假消息 就是因为严重我才来找你啊 你可是我信任的人 我想你多少也在新闻报道上看过吧 我哥因为专案变动去了国外 所以何应暂时归我管 所以何应暂时归我管 权力变更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 而我 一个非商管毕业的继承人 学艺术的年轻公子哥 一副就是很好操弄的样子 之前虽然借着审计那个案子整顿了一番 但只杀一只鸡 是请不了一群猴子的 遇到这种欺上瞒下的事 不就刚好是我出手的时机吗 再说,万一爆料的消息是假的 我这个执行总裁还乱抓人质问 不就正好让幕后黑手看笑话 怎么会 调查画作真卫反而非你不可 绘画是我毕生爱好 我其实不太想 不太想让公司的人来揭露调查 就算是我给自己 留一点私人空间吧 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幅画到底有没有问题 明天一看就知道 我等等还有个重要会议 今天是抽不出时间了 特地过来一趟是因为 怎么会 我会过来 是因为我再听到你声音的那个瞬间 就有一种冲动 我想见你 我想见你 非常非常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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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的该走了 那我们明天见 二少爷 你有什么吩咐 你现在去我画室 随便挑一幅画出来送去表框 速度要快 表框完以后包装好 好的 要帮您送到办公室来吗 放回画室就好 不用送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你居然会来得这么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rius 怎么突然问这个 感谢观看 注意到了 这是Z的周边 喜欢的话我送你一个 没关系哦 又不是限量绝版的 而且我偶像的东西 我怎么会只买一份呢 走 过去看看 沈理事 现在还没到开放时间 您要不要先去休息室稍候一下 我并不是来参观的 我是来鉴定的 等到你们开展就 先不急着跟他打招呼 我们进去 照常调查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怎么就能进去啊 这位是我们主办方 和应集团的执行总裁陆总 旁边是他的律师 话说我们陆总也是学画画的 还是世界名校佛罗伦斯美术学院毕业的呢 哼 顽固子弟 浪费教育资源 词词词 嗯 没事叹什么气 不会是因为我今天没穿西装 你再问些吧 哎 人生苦短 与爱自己的人相伴得还行不够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讨厌自己的人身上呢 不要想太多了 我们还是先去找那幅画作吧 看情况吧 那个策展人宋思汉 我多少还是要留点面子给他 宋思汉是集团的老鸟了 我爸爱手提拔的 我处理他没什么 但不能让他伤了我爸的面子和微信 更不能让外人说我们负责的闲话 而且宋思汉的个人能力还不错 如果没有疑似未做的事 我原本对这次的画展还算满意 真的 嗯 嗯 隔音的现任执行总裁是我 这些事情本就该由我处理 所以姐姐是在心疼我咯 其实我也何尝不想有我爸我哥挡在前面 但就是因为知道他们的位置会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不想去打扰我爸的退休生活 他为我和哥哥辛苦一辈子了 也该休息了 就是那幅画 红布盖着的那个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优独播放 不 你的感觉没错 只有倾注了画家情感的艺术作品 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 无论是专与是专业的画家还是普通的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仿冒自己的人技巧的确高超 自己的作画习惯和笔触至少学到了八成 不过 不过 复制品能复制的只有画面 他们功力的心是永远无法与画家共鸣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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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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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就是缓解一下 你的紧张情绪 免得你把脸皱成苦瓜 走 我们去找负责这场画展的 丧丝汉聊聊 小陆总 您今天来得真早 这看上哪幅画了吧 看上哪幅 您尽管开考 展出结束后 我就帮您办妥了 想不到 宋书你神通广大 那些世界名画我想要 您也能拿到手吗 小陆总说笑了 不用巴结了 我今天不是来看画的 宋书 宋书 看在过去你替我爸办事的份上 我叫你一声 宋书是给你面子的 我也是出于过去 我爸对你信任 才把这画展的事 交给你去处理 但你却私自调换了展书画作 把原定的无题撤下来 这么重要的决定 为什么不跟我报备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小陆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神秘画家Z的作品 几乎可遇不可求 能在第一时间弄来他的新作 恰巧展现了合影的实力 那幅无题虽然也是Z的作品 但早就公开展出过多次 价值哪有首度亮相的新作高 原来你们是在担心这个 消息是我故意泄露的 冲热度就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行销 冲热度就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行销 神礼师过来虽然在意料之外 但也是件好事啊 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 我当了一辈子策展人 这点手段只是小意思 宋叔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聪明反辈聪明我 小路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这幅所谓画家Z的神秘星座 是彻头彻尾的仿冒品 你展出这样的一幅画 是想让合影难堪 陆锦河 你说话要有证据 随便抹黑栽赃别人算什么 我对你客气 不计较你那些话 也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你这个挑衅的态度 是不是要让我打电话问问你父亲 让他来评评里 宋思汉 我想你搞错了一点 现在合影的执行总裁 本次画展的总负责人 你的直属上司 是我 我不记得自己有给过你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私自调换展出的画作 不要老是以为 你跟董事长有几分娇气 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 合影以前姓璐 现在也姓璐 你充其量只是个让董事长 记住了名字的外人而已 就知道你 检查 你不记得自己不记得 你说话是假的 你就拿出证据来 你想要证据 可以 我现在就叫人送过来 半小时后 我的助理会把你想要的证据送过来 你就在这里好好等着吗 哎 一直待在这里等也很无聊 我们去看看画吧 每个好 你 好 你 我刚刚 是不是吓到你了 从我对宋思汗 说了那些话之后 你就没怎么说过话 而且一直在叹气 优优独播放 你不用这么急着急事 我懂你的意思 我们好像离世界 名画区蛮近的 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我懂得去看一眼 这样子 怎么了 你对这幅画有兴趣 所以你想要我帮你讲讲这幅夜巡 顺便了解一下画家自己吗 没问题啊 但是 我能不能为我的解说服务 要一点奖励啊 好吧好吧 姐姐硬是要欺负人 我又能怎么办呢 其实这幅画原本不是夜晚的场景 夜巡只是物称 当时的民兵连火枪守队 父亲请林布兰来帮自己画群像画 指明了想留下自己的脸 没错 不过林布兰在画完后就被告上了法庭 因为他为了戏剧性和光影效果 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 你看 并不是所有人都露出了完整的脸 有的被放在阴暗的角落中 有的只呈现局部 所以 这幅画虽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但却是毁灭了林布兰下半生的罪魁祸首 当然不会 他的做法就是要打破成规 但是艺术 往往是会输给现实的 这世上 有谁能真正挣脱现实的桎子呢 也许连自己 也许连自己 你说得对 我已经在冲破桎梏的边缘了 好了 我不提这种扫兴的事了 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也是在冲破桎梏的边缘了 我只是在冲破桎梏的边缘了 我只是冲破桎梏的边缘的地方 你有一点多厚的地方 例えば我也是在冲破桎梏的领缘 你说的没错,数位博物馆时代这些名家大作都可以在网络找到很清晰的图片。 但油画是一种古老的东西,只有在看到作品本身的时候,你才能最直观地感受到它的魅力。 颜料在画板上留下的痕迹,干涸后所残留的笔触,还有经过岁月沉淀后的独特气质。 这些是从一幕中无法获得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他们所拥有的价值,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 为了问明事里其他可能跟我有一样感受的人冒这个风险,值得。 说得好。 神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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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我看过不少像你一样大富大贵的年轻人 其中去学艺术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啊,他们很少是真心喜欢艺术 只是觉得这样更适合混日子 继续心安理得地浪费顶级教育资源而已 可是啊,我从这里路过的时候 听到了你对这个女孩子说的话 看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抱歉了,孩子 没关系,你们不要跟我道歉 外界的评价不会改变我的坚持和追求 希望你能在艺术这条道路上大放光彩 不要被眼前的一切束缚住 嗯,外界的评价不会改变你 但是,来自内部的因素呢 你身为合影的总裁 那些商业上的权衡和算计 会慢慢抹杀掉你心中对于美和艺术的追求 不要继续跟这些利益纠缠不清了 会埋没你自己的天分的 这世上 那有谁能真正挣脱现实的桎梏呢 你说得对 我已经在冲破桎梏的边缘了 让整个合影集团经营下去 是我的指责 如果有一天 我必须要放弃其中一个的话 我也不会放弃合影 我只是想在这条艺术道路上 尽量再多走一点 听了你对这个小女孩说的话 我本来以为你和那些孩子不一样 没想到你 被金钱和铜锈腐蚀的土地 不适合艺术榨根生长 也罢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刚刚的回答是错的 那你呢 我会对此感到失望吗 优优独播剧场——YK 没有 只是很少有人会这么说 一时有点惊讶 我的确不会放弃合影 我享受了合影 带给我的富足名誉 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 就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更何况 合影不只是陆家的祖业 也是很多人的生计所在 我一直这样说服自己 但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你要的证据 自己拆开看吧 这 这幅画室 这才是真正的Z的星座 牧羊少女 不可能 这幅画的庶民方式 不 一定不是 它绝对不可能是Z的画 小路总 你宁愿用一幅假话来充当证据 也不肯承认我的做法吗 这句话 是我要问你才对 你可以不相信我 那沈云伟李氏呢 他现在在休息室 你大可把他请来 让他看一看 到底哪一幅画是真的 去休息室 请沈云伟李氏 再把场中那幅Z的画也带过来 在休息室 请沈云伟李氏 说吧 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沈云伟李氏 是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次获得了两幅Z的最新画作 但我们怀疑其中一幅 是由他人仿冒的 我们想把这两幅同时展出 又担心会引起不好的影响 所以 想请您做个鉴定 与河印集团的财力 就算有不好的影响 也能借由公关手段 轻松反转口碑吧 何必听我这个老头子的意见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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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女儿 嘴巴还蛮厉害的 算了 算了 要我鉴定 话呢 都在桌上 相应的工具也已经准备好了 您跟我来 谢谢你刚刚帮我说话 嗯 我觉得 您说 这幅风景画是假的 到底到底是哪里不对 笔触 庶民方式 各种痕迹都能证明 这幅画是出自自己的手笔啊 看到这幅风景画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毕竟在我的印象里 Z 是以人物肖像建成的画家 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出在风景画的湖水光泽里吧 不错 问题的确出在这里 Z的肖像画虽然是承袭了林布兰的风格 但他做画时 却会效仿克林姆的做法 不过 他并不是直接在画面上贴上金箔 而是将云母片加入其中 这会让亮光的部分显得更加柔和细腻 你可以将这幅画竖起来 看看亮光的部分 再跟那幅风景画的亮光进行对比 怎么会这样 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花了巨额买下来的 你买它要干嘛 这种展览又不需要你提供作品 我之前说过 Z的星座可遇不可求 能弄来就可以证明 合影在艺术产业的影响力 对 前一阵子 还在国外的我得到消息 有一名现居卫明市的收藏家 想出售Z的星座 我就急急忙忙回了国 拜托提供消息的人 帮我联络那名收藏家 可是不论我怎么游说 对方都以急于脱手为由 不肯进来展出 我只能自己买下这幅画 假话的事情先不说 我现在更想知道 你们是从什么管道得到 Z的星座的 这一件事嘛 是我不能直接说明 这是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好好的艺术 跟商业挂上钩就变值了 也并不全是您说的这样 我倒要听听看 你能说些什么 从这幅画中可见 作者的绘画水准 一定非常优秀 但他却选择了造假 历史上有不少画家 是因为穷困潦倒 而停止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而我和他们不一样 并不是因为 我有多么显赫的家事 也不是因为 我有多少财富 而是我可以向这些人 伸出援手 也许有一天 我会因为某些事 放弃自己的梦想 但我还可以守护 其他人的梦想 艺术是无价的 所以 我也想在这条路上 尽可能再走远一点 这是我的心意 永远不会改变 你这年轻人好大的口气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守护其他人的艺术梦想 看来倒是我错怪你了 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响宴 艺术又何尝不是 即使无人理解 无人支持 但是 只要你有幸踏足过 他永远都会与你同在 陆景和 我希望将来 不论现实有多难 你都能一直坚持你的梦 沈理师 我恐怕 孩子 追求艺术的路 从来都不好走 但是 我相信你 你最后 还能修行 你修行 还可以 你修行 正好 你修行 你修行 的 行为造成的影响 和印以后 不会再与你合作了 就只是不再合作吗 罗阳 你已经承认了自己有错 而且你也是受害者 小陆总 对不起 都是我 好了 道歉就不用了 这幅牧羊少女 就暂时挂在这里展出吧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我要调查这幅画的来源 您尽管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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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想 给你 这则 这 geb套 我们走吧 我说啦 这是商业机密 不然你猜猜看 好啊 只要不涉及保险箱密码 提款卡密码之类的问题 都可以随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不然我干嘛一直带着它 怎么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我那么喜欢林布兰 就不能爱屋及乌吗 我怎么能跟别人撞穿搭呢 这是我独家定制的粉丝周边 你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送一个由你偶像手字母的 这就叫人不可貌相 我想这样用就用啦 哎 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要不要再逛一逛 上次你都没能好好欣赏吧 ύ请不吝点赛 那都是因为我专业 这你都知道 看来很关注我嘛 抱歉 这种事造成你的麻烦了 上次也是因为我的疏忽才让你 你应该很不习惯美光灯前的生活吧 我会不习惯美光灯前的生活 谢谢你 我送你 反正我也要去公司 跟你应该是顺路的吧 我认为你应该帮助你 不问你 我认为你买对于自己的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买东西我直接送你去就好了啊 干嘛要走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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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得问问到底是谁跟我爸打小波哥 历练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何况 还有一个人说会永远支持我 我真希望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好 有您的包裹 您好 有您的包裹 您好 有您的包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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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不急 你月底有空吗 有没有特别不方便的时间 那就好 明天我请人送邀请准备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是送上门的肥羊 那就这么决定 先不说了 我有文件要签名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